大家好,我是劉童跟宇宙蔡,今天要為各位帶來一個料理是在歐洲經常會吃到 阿里蒙ガス 阿什麼? 阿里蒙ガ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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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西班牙肉丸 那今天就教大家如何在家裡簡單製作西班牙肉丸吧 Peter,既然你說你會帶著觀眾簡單製作 是啊 是不是你一定可以教會 基本上只要看著步驟,你一定會學會 那我們今天找來一位特別來賓 誰 號稱 讓大家可以更知道說如何簡單做肉丸 蛤? 沒關係,我們有請特別來賓 所以現在是怎樣? 今天一定要算這樣嗎? 讚 薩奇耶,食肉系大哥大 好,沒事 來,我們就騎著肉食系大哥做肉丸 你知道我們今天要準備什麼嗎? 知道齁 好,我們今天要準備呢 煮絞肉 牛絞肉 基本上在做肉丸呢 它可以單純使用一種肉 那流氓手吃今天要教大家是製作西班牙式的肉丸 那我會使用兩種肉 因為豬肉呢吃起來比較有油脂 那牛肉吃起來會比較柴 所以我們用兩種肉去mix 那口感會比較好 那如果你不吃牛肉也可以單純使用豬肉也可以 那接著呢 洋蔥碎 然後番茄 番茄當然是我們要炒醬子使用的 香料的部分呢 有 還有 黑胡椒 白胡椒 一些 大蒜碎 好,鹽 那最重要的 起碼肉丸呢 要讓它吃起來很juicy 所以我們會使用 麵包跟牛奶 那跟著流氓手的腳步 一起來製作吧 你說好不好啊 我心好累喔 好,那我們現在開始呢 來製作肉丸吧 首先將 豬腳肉 牛腳肉 剛剛忘了 好,再加一顆蛋 然後呢 加入 適量的 洋蔥碎 大蒜碎 鹽 白胡椒 黑胡椒 少許的孜然粉 還有 不要忘記喔 麵包呢 要先泡牛奶 利用牛奶呢 讓麵包泡軟 那接著我們就可以來 待會兒來用 首先呢 先幫我們的這個肉丸呢 稍微把它mix一下喔 接著呢 將沾好牛奶的麵包呢 放到裡面去 那記得喔 要把牛奶多餘的水分把它擠出來喔 不然到時候你的 肉丸會太水 全部再把它擠在一起 好,我們只要稍微把 食材混合 然後沒有看到任何的 麵包跟香料 單獨的 現象 基本上就可以了 好 那接著呢 我們將肉丸呢 捏出我們要的大小 肉丸不要太大 大概就 一口的量 然後呢 接著再用麵粉 把它稍微 沾一下 防止它沾黏 好啦,那我們如果製作完成之後呢 我們先 用油 把它炸熟 那整個炸定期之後呢 我們再來做我們的醬子吧 所以我們就準備起一個油鍋 油呢 基本上只要能夠稍微 倒肉丸的一半就好 當然如果你可以有炸過 你可以直接用炸的也可以 那我們今天呢 大概就是用大概 一半以上的油 然後來半煎炸我們的肉丸吧 我說 肉食器大哥 你要吃肉嗎 肉食器大哥你都吃生肉 都吃熟的 都吃生的嘛 OK好 非常好 叫他萌萌 萌萌 站起來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我們看到油呢 產生油紋之後就可以準備下鍋囉 在炸的時候呢 要注意油溫喔 不要讓油溫太高 以免到時候你外面已經焦掉 然後裡面呢 還沒有熟 肉丸炸到什麼時候呢 等它外面稍微定型 基本上就可以不要炸太熟 因為我們之後還要再煮 這個肉丸 然後我們把它撈起來 我說 這位肉食器老大 你有沒有覺得很香 但還沒好 我們要再焗我們的Sauce 那煮Sauce呢 首先我們需要 一樣 起另外一個油鍋 那加入我們的橄欖油 像我們的洋蔥 將洋蔥呢 炒香 然後下我們的辛香料 黑胡椒 白胡椒 接著呢 繼續把它炒香 當然做Sauce喔 它有很多的配方 你可以做你喜歡 你可以做肉汁 你可以做茄汁 你可以做辣醬 你可以做任何的Sauce 那今天這道菜 我教大家做的是西班牙的番茄醬 接著呢 下我們的番茄 來這邊 稍微熬煮一下 別忘了它下我們的 少許的鹽喔 像我們剛剛在做肉丸的時候 有 加鹽了 但Sauce的部分呢 還是要讓它有點鹹味 這樣兩者之間呢 吃起來才會比較有 眉合感 Sauce呢 就煮到味道出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肉丸 一併 下到裡面去 一起去熬煮 那身為流氧壽司呢 做料理 加點酒 會請合理 酒香 我說Sauce大哥 你喝不喝酒啊 喝喔 不錯不錯 這位大哥我喜歡 又吃肉又喝酒 欸 不是跟我一樣嗎 那你可以加酒 你可以加高湯 或加水都可以 然後稍微炖煮一下 記得要不時去翻攪一下你的肉丸 讓它的收得更均勻一點 OK 那我們大致上呢 就炒得差不多了 因為我們肉丸呢 有炸過 但它裡面並沒有全熟 所以熬煮的過程呢 大概八到十分鐘 也順便讓肉丸呢 吸附一下那湯汁 那如果你也不確定你的肉丸是否熟了 你可以用個筷子 去擦一下它裡面會不會流出血汁 就知道到底有沒有熟囉 那接著呢 我們再撒點裝飾 大功告成 大功告成 好啦 那我們美味的西芭拉肉丸 阿里芭拉斯已經做好啦 那 石油大哥 你哪一家 好 你也想吃對不對 沒問題 那我們所謂 美食配美酒 那我們今天準備什麼呢 既然吃西芭拉的料理 我們就要來一款正宗道地的西芭拉葡萄酒 今天呢 我們選用來自西芭拉的Rioha Molidas 酒莊的光reserva的紅酒 那這一款呢 基本上呢 它是使用Tapanil 跟在地的葡萄品種 就去滾釀出來的 那這一款它本身有過項目桶 24個月以上 然後在品種呢 在成年36個以上 所以足足它在age的時間 超過五年以上 那用來搭配我們的西芭拉肉丸 基本上味道會非常棒 尤其是我們做茄汁肉丸 我們來喝看看吧 十足的肉味啊 你聞聞看有沒有 有齁 沒有 好啦 那個我們食肉系大哥 太多了 Molida酒莊呢 在西芭拉的Rioha當地 是一家非常古老的酒廠 那也是開創西芭拉的Rioha 舊派風格 也是我們現在所喝到Rioha風格表現的 始祖之一 那他們的酒款呢 非常具有成年實力 而且呢 口感呢非常厚實 也飽滿 以香氣來講呢 它會具有一些像 紅色莓果 花香 還有辛香料表現 然後夾帶的一些 烘烤的像木桶氣味 以香氣上來講呢 劉昂不足給予 四顆星的餅價 因為目前才剛開 所以你現在可能還沒有聞到 它非常豐富的表現 但我相信它的味道是可以期待的 至於口感上呢 因為本身才剛開 所以還沒有完全醒開 所以它的風味上 稍微比較閉鎖 你可以喝到非常鮮火的 紅莓果 野莓 紅色花朵的氣味 以及非常鮮明的像木桶 烘烤與柔和的丹寧 是一款剛開 你可以喝到非常柔順平和的表現 但它醒開之後它的風味 丹寧會越了巴的強勁 是一款非常值得期待的表現 那至於口感上呢 雷王瑟斯也給四顆星的琴評價 至於尾韻呢 它帶有一些巧克力 香木桶 辛香料 醃漬莓 與些許的丹寧感 是非常舒服 而且尾韻非常悠長 在尾韻上呢 雷王瑟斯也給四顆星的評價 所以總體評分呢 四顆星 是一款非常棒的紅酒 你說是不是 我想我們的肉食 大哥 太多了 已經躁動想要吃肉了 好 那我們來吃吃看吧 多汁的肉丸 再搭上我們的sauce 搭到一個非常完美平和的口感 來一杯酒 紅酒本身的辛香料 甜美的味道 丹寧 完全跟我們肉丸 結合在一起 它呈現出另外一種 和諧美味的表現 來 我們的 食肉系 大哥 爹 吃一口 我的刀子呢 三位小小 誰可以救我 如何呢 我說這位暴動的大哥 非常好吃吧 嗯 如果希望我們今天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 並且分享給你的好朋友 也別忘了開啟小鈴鐺喔 還有 追蹤留言說什麼 Facebook和IG 那有任何問題 在今天就讓我知道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好笑喔 好笑喔